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比赛,一场英贯和两场亚洲杯 那么第一场的话是谢州三在主场和沃特福德的比赛 第二场是巴林和日本,最后一场是伊朗和叙利亚的比赛 好,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场英贯谢州三在主场和沃特福德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话,两队其实最近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明显的吧 沃特福德这边表现是要比谢州三好很多的 谢州三的话目前是在联赛里边是取得了六胜四平十八复 目前机22分,仅排在英贯第23名 他们也是在降级区 然后沃特福德的话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是取得了十胜十平八复 目前是排在这个第十名 那和升级区的考文锤的话现在是相差了四分 差距其实也并不大 那在网级交手记录方面来看的话 沃特福德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吧 是取得六胜两平两复的一个战绩 而近期状态来看的话 其实两队算是一个五五开啊 也算是一个五五开 因为其实最近两队的胜场是一样的 只是沃特福德这边平局面比较多一些啊 所以在整体看起来的话 近期状态 沃特福德略好一点点吧 好吧 单场比赛的话还是一个英贯的中上游球队和英贯的一个下游球队的一个交手啊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一个平手啊 给到两队一个平手 那这个平手其实对于谢周三现在的表现来说 呃 是 不是很合理啊 但是咱们通过网际观察来看的话 其实谢周三在主场之前还是能给到沃特福德这个025的 所以这个平手的话对于沃特福德而言的话也算是合理啊 那在合理的情况下 从这个呃 初期的一个中中低档现在统一调整到了一个中档 那这个调整说明了初期谢周三在主主场的这个加持下 还是有一定拉力的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目前这个走向对于沃特福德来说是不错的啊 咱们看好一首沃特福德 好第二场是巴林和日本的比赛 呃 巴林的话 他们在小组赛里边是取得了两胜一一负的一个战绩啊 最后是呃 进入到了淘汰赛 那日本队的话是取得的 也同样也是两胜一负的一个战绩啊 他们也是在小组赛里抱冷输给伊拉克 那伊拉克这个赛季 其实这个这个亚洲杯的话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 上场比赛也是暴冷输掉了比赛 那来到淘汰赛以后的话 这两个队伍就不用多说了 日本队肯定是要优于巴林队很多的啊 在往级交手记录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近期没有很多的交手 没有交手 但就看近期两队状态来看 日本的一定是热度一方啊 好咱们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日本队这个1.5的一个低回报 有给到175的一个中回报的 不过现在的话统一是去调整到了一个175的一个中回报 那这个1.5对于日本队来说啊 其实这个1.5对于日本来说 在初期就给的让步还是挺深的了 因为巴林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在最后一场比赛吧 也是赢下约旦队 不过第一场比赛输给韩国队那场比赛 还是展现出了一些问题吧 那他们在小组在第一场比赛是 韩国在中立场的主场是给了175啊 那这场比赛日本队在初期也是给了1.5175 现在的话给了175的一个低档 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说的话是一种保护啊 所以这场比赛咱们也是看好日本队能够在课场 中立场的课场顺利拿下比赛 好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 第一场咱们看好这个沃特普德 结论是主副防平 比分是0比1 1比1和1比2 第二场咱们看好日本队 结论是让平让步比分是1比4和2比5 最后一场的话咱们看好伊朗队啊 结论是让平让胜比分是2比0和4比1 好那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说到这啊 再见